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廉价旅游潮 为了避免风景区群聚疫情发生 县府风景区管理所日前至辖内各风景区盘点防疫分流措施 准备情形 期待防疫能量最大化 让民众快乐出游安心的回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 请游客保持室外一公尺社交距离 请洗手并佩戴口罩 新冠风景区管理所长张专闺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外持续延烧 五一零假将近 与其将有大量旅游人潮涌入各大风景区 为避免风景区能多征群聚风险 成为防疫破口 新冠将配合中央政策 落实风景区能有管制措施 并加强防疫声道 希望旅游民众都能安心快乐出游 平安健康回家 江署长也指出 交通部观光局日前韩文 透支全国各收费风景游乐区 提出该园区能流总量管制上限值 并随时通报以利警示管制 达到人潮分流目标 如达上限值即实施管制措施 调控进出园区内游客人数 以发挥防疫效能 降低群聚发生可能 是五一连假 我们也配合中央的一个要求 来进行 南投县辖内的景区的一个人流管制 那在管制的部分 有分为我们分为收费景区的部分 那收费景区的部分 我们都有依照景区的一个面积的特性 来订定一个总量管制的一个上限 那当达到总量管制的时候呢 就会上限的时候 就会管制人流才进出 就是进出来做一个平衡 来达到这个防疫的一个措施 那在入口处都会张贴相关的情缘 有客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一个告示 也会不定时的进到景区内来提醒 有客聚集的话 就会来请他们来做保持一个社交安全距离 那在非收费景区的部分的话 会以收费景区内的停车场 如果停车场的大达一定的五成以上的话 就会来发布相关的一个简讯来告知游客 避免人潮聚集的话 就是请游客转往其他一个景区 那县政府这边也会配合观光警察跟卫生单位来 就这些景区来做热点的一个宣传 就是告知游客来保持社交安全的一个距离 县内的话比较热门是像清静这边 清静这边清静农场的一个上限大概是7400人 那还有我们的溪头 溪头大概是4400人左右 那还有包含日月塔 因为是比较一个开放的一个部分 会以刚刚讲的停车场的一个总量来做一个管制 那当然我们也包含县辖的 我们清静步道的部分 我们总量管制也大概在2000人 那到达的时候一样会做一个总量管制 但目前中央有研发一些热点警讯 一些那个APP 那我们县府也会在官网的部分来提醒游客 所以就是做好防疫的措施戴口罩来就是洗手 然后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一个 政府在廉价已经有在清静溪头跟日月坛排定三 这三个地方排定人员过去做游客 劝导游客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一个期程 官网处提醒民众 风景区管制资讯可以透过简讯 交通部观光局或县府官网 了解县内风景区管制情形 作为旅游规划申告 那您家旅游更方便 记者川世奇 南多欧采访报道